各位小金粉大家好 我是KIM阿金 哈囉 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 就是傳說中的TGT方向盤 欸 現在畫面中看到有三組TGT方向盤 但是沒有一組是我的 我只是借來開箱一下好不好 既然有朋友買我就來開箱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TGT方向盤的盤面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本身使用的是T300GT 那中間盤面的這個LOGO TGT的LOGO特別的大 所以跑起來應該也會特別的快 這個我開玩笑的 那主要呢 他後面的撥片喔 比T300還要來的小 那這個撥片的部分可能要試一下 然後上面多了四個旋鈕 那四個旋鈕你就可以去調整TCS啊油耗啊 甚至是煞車的配比 另外他上面多了兩個香菇頭 小小的香菇頭 這個也是T300沒有的部分 然後整個盤面的感覺是皮革包覆的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縫邊啊 那T300的就比較像是那種合成皮 再來我們就看到裡面有一些傳輸線 這些我們就直接跳過 再來就是呢 我們有看到裡面有一顆像是渦輪的東西啊 這個我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因為這一個渦輪呢 是T300沒有的東西 只有TGT才有這個東西啊 他應該是一個電源供應器啊 他這一次的電源供應器 把它做在主機的外面 而不是做在主機裡 那這樣也可以降低 他主機的一個大小 以及鎖在那個車架上的一個載重 那他是使用了一個渦輪的造型 我覺得這一個是相當特別的地方 再來就是來到了我們的主機的部分 那他這一次主機呢 他的外殼呢 是使用了一個霧面黑的烤漆材質喔 不會像T300的外殼是一個很黑的塑膠感 那他這看起來比較有質感一點 主機也相對重了很多 那我們這邊也看到了一些散熱的氣孔的部分 在主機上面呢 他有一個按鈕呢 是可以選擇GT模式 或是其他的模式 因為畢竟TGT 他有針對GTSPORT這款遊戲去優化的部分 那聽說打開GT模式的話 會增加了非常多的路感 在最後就是看到我們的 踏板的部分 踏板的大小 其實整體跟T300GT差不多大 我覺得看到外觀的部分 唯一的差異是 在踏板的後面呢 的支架 T300是塑膠的 他這後面的支架呢 是採用金屬的部分 只有T300只有前面的盤面是金屬 那他是連支架跟盤面都是金屬的部分 底座的部分一樣都是塑膠的底座 這邊試壓了一下離合器跟油門還有煞車喔 他的煞車呢明顯比T300還要重上了許多啊 T300的煞車是空空的 TGT內建的煞車呢就比較有一個承載的力道喔 這點我是覺得比較會好掌控那個煞車的力道啊 那對於有一些有穿鞋子跑的話 如果你煞車太空的話會踩不到你想要的一個深度 那TGT他現在已經有改良了這個煞車的力道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TGT組在AP2上面的一個感覺喔 整體看起來呢真的是非常有質感啊 這一組TGT質感蠻不錯的 其實呢我TGT呢 第一次使用的是在那個 台灣杯的台杯廠的部分喔 那時候我就已經有感覺到說 那個路感的部分 他整體的路感呢比T300來的非常的多喔 同樣力回饋調成5的狀況下呢 我感覺TGT的方向盤 他的力道比較Q 比較不會像T300在跟你拉扯的時候這麼的死硬 T300在感受路感比較深的時候是壓到路沿啊 或者是草地的時候才會比較強烈的路感 而TGT呢在一般的直線或者是路面的時候 就已經有感受到了一點路面的一些起伏 多了更多的一些資訊跟細節回饋到你的手部上面 那我覺得整體的一個 唱完的感覺呢 他比T300GT貴了將近一萬塊喔 那我覺得這也是蠻值得的 他的確有做出這樣子的一個價值啦 那我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可惡啊想要啊 呵呵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還沒訂閱我們趕快去訂閱一下吧 掰掰